毛帽 手套 羽绒外套全都要 强烈寒流来袭 21号这天太平山森林游乐区 出现不少游客 停车场也被停得满满满 追雪足满 预备呗 最近因中央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于下周有机会降雪 所以目前的定房率 到农历春节期间 都是满房的状况 太平山庄一房难求 有些游客会选择距离20几公里 还是在山上的翠峰山庄 但房间数比较少 或是选择住到山下 大同乡山兴乡的民宿 一晚一个人2600元起 在开车上山 目前都还定得到 随时会下雪 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 预计在22到25号 实施预警性机动管理措施 民众上山前可以先上网 确认以免扑空 而民众期待的雪景即将再现 南投荷幻山和清淨农场的定房率 反倒是这样 清淨农场并没有因为 这样子的讯息发布 而提高住房率 可能是因为大家在农历年前 想要做一个完美的结束 因为北部山区多处可以赏雪 游客询问的电话 并没有明显的增多 清淨农场定房率五成 下星期一、二、三 荷欢山定房率本来就有九成 如果碰巧遇到下雪 游客实在是转到了 三连星期 我黄国立邻居 一安单独才有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